你不想让我走得告诉我 你没不让说 再说 我也是两天前才知道的 才知道你休水工忙 怕耽误你工作 他知道吗 第一次会驱离检查就知道了 可他瞒着所有的人 你应该早点告诉我 你应该早点告诉我 别怪我 我舍不得让你和孩子们难过 你应该早点告诉我 哪怕能多让你们快了一天也好啊 也许 我往后陪你的时间 不多了 在分析的大地上 建一个大社区 让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 是你二十年的梦想 能带着你梦想实现的消息离开 是我最大的幸福 你还没来到你 在这边的小伙伴 你应该让你解开 你应该是一个月的大日子 你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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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天 你不得了 你不得了 等先那边 小伷 你看 已经打到这个位置 请这 一定要出去 ban 那从这打出去以后 所有的同志 我们不能出现 任何一点点的闪失 三区的同志们 也要超完成任务 照这个速度啊 没过多久 我就可以从这儿打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走了四十年的革命道路 我体验到了奋斗的快乐 牺牲的价值 我要真诚地感谢她 我为自己 则就是这个集体的一员 感到无上光荣和骄傲 离别的时刻就要来临 我的心里只有一个遗憾 当年的历史迷雾 到现在还没禁开 作为你的战友和革命伴侣 我感到深深的难过 老陈 是我对不起李梅 当初 要不是我首先提出你的历史问题 你也就不用一辈子老背着这个包袱 你也就不用一辈子老背着这个包袱 也不会 带着遗憾离去 我不怪你 我不怪你 李梅她更不会怪你 她是那么爱笑 我眼神如闪天般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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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死 如灰心般炫骨 作词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陈正言 您早 陈正言 那个种子工作会议的材料 您什么时候要啊 上午给我送过来 好好好 好的 这不是省委雷副书记的车吗 他过来了 他过来了 他跟梁书记正谈话呢 他还要跟你谈话呢 去忙吧 这次干部年轻化动作很大 许多久经考验的老同事 都要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 长江后浪推前浪 这是历史的必然 和你们谈完这次话 我也要退休了 我今天明白老领导谈话的含义 我呢 会服从人民的需要 党的需要 就是 就是我那个历史疙瘩 其实 几十年来 组织上一直想努力 解开这个历史谜团 在党组织的心目当中 早就跟你下了结论了 陈志同志 你是一个非常纯粹的共产党人 你是一个非常纯粹的共产党人 我发现那是一位 在党组织的心目中 小时的心目中 异事 大约织的根小时的爱 这菜奶奶的 咋就不咬钩呢这是 都跟你说不要说话 你说鱼都跑了 我说话这鱼能听懂 这鱼要没听见的话 它怎么咬钩啊 这鱼不咬你的钩 你也别怨我呀 你 我不跟你一起钓了 我说你 我就知道你们俩在这儿呢 隔着二里地就能听见 你们俩钓鱼 倒省得我问路了 你听见没有 人家老曲二里地外 就听见你的声音了 来来来 你咋有空来了 退下来之后 应出版社的约稿 写回忆录 有一些时间啥的 地名啥的 我正搞得记不真切了 所以想请你俩帮我再核实核实 顺便啊 也再到这儿来吹吹风 在这儿打了这么多年游击 隔一阵不来啊 这浑身上下学得哪儿哪儿都不对 像是要生病啊 走走走 进屋去 进屋去走 老曲啊 家里的旧照片全都在这儿了 你看看哪些是有用的 我说老曲啊 你这个回忆录 怎么是从一九三七年开始写的 我记得你参加革命是三三年 比陈志还早一年 这头几年的事咋就没写呢 我也正为这个事犯愁呢 我在太原做地下工作那一段 和夏政等十六位同志的牺牲有关 也和老陈有关 要想写清楚这一段 就必须掌握 一九三六年兵工厂地下组织 被破坏的真相和证据 可惜 到目前为止 我还是 无从下笔啊 喂 哎 老陈啊 老后见 看了今天的报纸没有 台湾那边啊 开放老兵回大陆探亲啊 那又咋样啊 楼基之要是能回来就好了 兴许他就能够说清楚 一九三六年兵工厂那件事情的原委 那你的历史疙瘩可叫解开喽 哪天的报纸啊 就是今天的报纸 好好好 欣家母啊 我陈志啊 是欣家呀 你知不知道 国民党老兵回大陆探亲的事啊 知道啊 我知道你的心思 你是想见见悦尔他外公 我这马上就去台办 给你打听打听 但是亲家 你也别抱太大的希望 我爹他要是活着的话 今年也该九十多岁了 只怕一般人哪 很少有这么长寿的 那就试试吧 好 请假 爸 爸 台办那边刚跟我妈打了个电话 说我外公还活着 刘继之还活着 活着 已经退出军舰三十几年了 在一所大学里面教了几年书 之后就一直退休在家 我舅舅给台办发了一封寻找我妈妈下落的信 他们知道了 就立马通知我们了 乃乃乃乃 月儿 让你妈妈给你舅舅写信 赶紧找到你姥爷 好的 妈 舅 快进 爸 这就是我探完回来的舅舅 您好 陈老先生 碧人楼淳相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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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您 请坐 坐 去到茶去 我去吧 金家母 坐 坐 没想到 你这么年轻啊 本人是嫁妇迁到台湾以后生的 我和雅华姐是同父异母 我母亲是地道的台湾本省人 林尊是老来得子 她可算是高寿了 几十年前 我就跟她老人家混得很熟了 那还是 在阎西山办的监狱里头 我呢 是坐牢的 她呢 是抓我们进去坐牢的 来 喝点 来 来 林尊跟我们党 算是结过些旧约 不过有一点 我是非常赞赏的 就是她一直坚持自己是个中国人 你看 在大陆生的你姐 叫雅华 在台湾生的你 叫淳相 这两个字加在一起 那就是华夏呀 本来我们大家就都是中国人嘛 楼楼先生现在身体怎么样呀 以前还好 就是前半年她患了脑炭 现在已经不能与人交流了 健康的时候 她总是魂牵蒙绕的 想回来再看一眼 可惜 现在就是能回来 她也不知道看到的是什么了 又是早半年联系上她去好楼 我呀 还真是想请她老人家回来看看 家乡的变化 现在的山西 可是一片大好风光呀 淳相 爸爸有没有给你提过 一九三六年 冰工厂谍变的事啊 姐 你应该知道 爸爸搞了大半辈子的策工 嘴上经常挂着锁 想这些事情 他是从来不跟别人说的 那他就没有 留下什么文字资料啊 什么回忆录啊什么的 他老年啊也写了几本书 都是关于中华文化的 关于他早年的特工经历 他一个字也没有提及 他老人家的病能治好了 他得的是不治之症 更何况 已经是九十多岁的高龄了 我这次回来 就是带一把家乡的黄土回去 为他 为他的以后准备啊 这条线索也断了 这条线索也断了 看来这三几年的事啊 是查不清楚了我 就是啊 这条线索也断了 这条线索也断了 看来 小孩子 老领导 好 省委书记了 好啊 是组织对我的帮助和培养 小孩子 老领导 我竟然是真高兴 鬼子只让老怀沟 留下了一颗种子 可就是这一颗种子 生根发芽 长成了今天的动量之材 我高兴啊 我也替老宋哥高兴 更替老怀沟的乡亲们高兴 这要感谢您的培养 是老领导给我引上了革命的道路 错 不是我的培养 你记住了 是党的培养 是人民的培养 才让你这个十二岁的山里娃 长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还记得那棵老树吧 记得 村里老人都说他有好几百岁了 他为什么可以枝繁叶茅 因为他的根 深扎在泥土当中 我们的党也得向他学习啊 我们要把根 深扎在人民的心中 只有这样 我们这棵树 才可以万古长青啊 谢谢您 老领导 老领导 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 我听地区同志说 前一阵子楼吉之的儿子 楼春夏 从台湾回来过 老领导 您的那段历史疙瘩 您不能找到一点线索呀 楼吉之年事已高 又患了脑癌 不能给我作证了 我现在也是彻底死心了 我说回来 但想想 我们那些牺牲了的战友和同志们 我这件事就不是事了 让我再想想办法吧 我那口子在省担管工作 我牢记您的教诲 一辈子没有干一件以权谋私的事情 这回我破个例 回去让他好好查一查 看能不能找到一点线索来 刚解放的时候就查过 缴获的那些敌特档案都翻遍了 老领导 再复查一遍吧 那个时候情况复杂 条件又差 也许没有查权 对了 老领导 这些年每年都有新发现的材料啊 喂 是林阿姨吗 对 你是 我是尚悦 小李的爱人啊 对 陈李是我爱人 我想问一下您 我公公的事情有音讯了吗 还没有查到 您让老领导再安心等等 好的 谢谢啊 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很多回了吗 我的那个事啊 别再催人家了 别耽误人家正经工作 我一个离了休的老头 都活到这岁数了 这件事情整不整得清楚 都已经无所谓了 爸 咱们先吃饭吧 喂 老陈啊 老曲啊 老家伙 我听说宋怀的爱人小林 也在帮着查1936年 兵工厂那些案子的材料 有这事吧 你怎么知道的呀 葛大康跟我说的 这葛大康这张嘴啊 什么事都不能跟他讲 跟他讲了以后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 怎么样 查到点什么没有 我正在等着写这段呢 小月是打了几个电话 问了几回 但小林那边回话说 资料太多 还暂时没查着 啥 就这样了就这样了 我吃饭了啊 这全国都在多快好省得干私话 就你们这档案馆办事怎么这么拖拖拉拉的呢 你们有多少档案查不过来 查这么点资料 我真不相信他就难成这么个样子吗 老舱子说话注意点 你知道这是谁吗 这是谁 林副馆长是省委宋书记的爱人 你知道省委宋书记是谁吗 宋书记就是宋书记呗 我当县委书记的时候 他在县委当通信员 老领导我跟你说实话吧 我们在一个月之前 就把我们馆里的所有储存档案 都查了个遍 可是没有找到什么有价值的资料 老颂让我瞒着这事 只说在查找 主要是为了给老陈专员一个念想 不要让他伤心 是这样 那我刚才态度不好 你们想的很周到 你说这话就客气了 老颂经常跟我提起你们在一起打游击的事 我知道你们老战友之间的感情有多深 那如果什么档案馆都没有的话 到哪还有可能再找到一些线索呢 最大的可能性是在解放前已经被销毁了 对了老领导 刚解放的时候盛军区接收过一部分军事档案 不知道那里有没有 我先回来 帮助这位老领导 有什么事 我先回来 我先回来 我不想起来 我再等你 要不想起来 你不想起来 我更想起来 你不想起来 我先回来 我先回来 老领导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哎 哎 哎呀 想你了 什么 病得重不重啊 很重啊 医院已经报病危了 我马上过来 喂 喂 是曲文同志吗 是 你有什么事 我是省军区档案馆的 我们刚从抗日战争时期 日军的旧档案中 发现一九三六年 兵工厂供碟案的材料 老同志 对不起啊 这些国民党的案卷 和日军档案混在一起了 好 这边 原来是这样啊 这是档案 可能是抗战时期 国民党军来不及运走 留给了日军 抗战胜利后 日军又留给了国民党军 解放时被我军缴获 一直被误认为是日军档案 当时部队外人才匮乏 没有力量组织整理 后来部队整编 这些材料转存了很多单位 如果不是您来查 不怕 也许就一直封存下去了 老领导 印章和签名都是真的 我想在名单上 再加上一个人的名字 谁 于四宝 夏征这个案子 我们办得很机密 共产党不知道是谁出卖的 如果于四宝死了 他们发现陈志还活着 他们一定会 把怀疑指向陈志 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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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经跟陈海的 一起从天空厂偷销 出来送给一个火车司机那里 由他朝他乡下 送给那里的地下打 我们都叫他老夫 他一定能找到陈海的 我们内部除了叛徒 谁是叛徒 把心里驱都慌了 我 我 洛基之跟商剑成真是太叫慌了 居然不惜枪笔叛徒于四宝来迷惑我 想借我们的手来除掉陈志 我上了他妈半辈子的当啊 宋怀同志 你可以做回报了 好 我受省委委托 就我省的下一步经济改革思路 向中央做一次回报 好的 首长 宋怀同志 我不得不打断你们一下 从山西打来个非常紧急的电话 需要宋怀同志接一下 宋怀同志 你先去接电话 好 我是宋怀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好 走 首长 有件事情 您请 我想先向您汇报一下 好 您讲 真是一个好同志啊 正是因为有千千万万的这样 坚守信仰的同志 我们大王才如此强大 您的汇报工作退后一天 马上和共同联系 用专辑把您送回省里 一定要赶在死神之前 把组织上的决定 告诉城志同志 这是对人的尊重 也是对忠诚的尊重 老领导 组织上 已经掌握了1936年 兵工厂案件的情况 查出了真正的叛徒 可以肯定 您是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 现在 中央领导同志要求我赶回来 向您宣布这个结论 并委托我 转达对您的敬意 否则 up 不论 全国主义有目标三点一级 全国报警 肯定 在你的心中 一定要永远地飘扬着一面旗帜 这面旗帜是红色 我们共产党人 立志要打破一个旧世界 给全人类创造一个新世界 我看 你就叫陈志伯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让我到陕北找农军去 找雷哥 海老杨 这个世界上 还比活得更重要的东西 我和我的战友 一直为此奋斗着 很多人牺牲他 活着的人 为了踏使他们的血迹 继续前进 因为理想 我们遭到了一切 我不相信一个被理想 照亮的人生的人 会作众背叛 这种世界上最肮脏的事情来 几十年来 组织上一直想努力解开这个历史谜团 在党组织的心目当中 早就跟你下了结论 你是一个非常纯组织的 你是一个非常纯粹的共产党人 非常纯粹的共产党人 我愿生如闪电之耀灵 我愿死如灰星之驯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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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愿死min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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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